都有敲碗說有沒有可能 讓你來當第四季的領隊 我跟妳講 我覺得自己領隊最多 我敢當 何守正離婚小嫻三年 普思夏互動 往敲碗接手全明星四領隊 做對的事情 39歲何守正經營的健身房 成立五周年 但是去年才剛經歷三級警戒重創 徵替虧贏至今還沒打平 你整家店一個月開銷 大概十幾萬秒 不只 應該是更多一點 三十萬 差不多 七八十五年 兩個月沒有離業 然後我們的房租、水店 員工的薪水要少了 但是並沒有其他的收入 我做的事情就是有一些最大的分數 只是還好沒有床 所以你那時候最壞打算是想說 有可能會關嗎 我這樣想過 但是有設計這一點 一直到 今年一月大概就比較穩定 反正去年下半年很難好 就是事情 但是 我們還是有成功來玩 除了是健身房教練 何守正也在全明星帶領紅隊練習籃球 當過大來賓的他 透露自己是從第二季變成粉絲的 我們練完以後 會覺得比賽要輸贏 那他一定會跟我贏這樣 因為我也想要知道說 我幫他們其實都沒有用 因為我也不好意思 我一直幫那個輸贏 就要說不好意思 對啊 我記得是贏的吧 沒有啊 有數有贏 有數有贏 沒有順利 沒有順利這麼高啊 那你有沒有對第三屆 哪個選手印象深刻啊 王子啊 還是 我記得王子跟那個 其實他們兩個小人 他每個他跟你跳男朋友 他很多東西 我們給他們了以後 他的 新收能力以後 很快 可是那個王子是因為 他後來我們將來做 有什麼影響 他的影響 這種無能為力 沒有辦法為團隊貢獻的感覺 真的太不好了 可是他整個 我覺得是領導的一個氣質 是 然後還有他在場上 那個活力俱進的作用 其實就是帶領一個 紅隊可以這樣 一直貢獻的進行 這個關鍵 那女生選手 讓你印象深刻嗎 我就知道 因為我在現場看他拿那個 梅朵啊 哇 他完全不怕 是 他後來被通到 只有他一個 最最幫團隊 兩三個男生喔 對 其實很狠 很不服輸 真正是他一個 還真的人性 或者是暴躁這樣 這真的滿強的 都有敲碗說 有沒有可能 讓你來當 第四季的領導 我跟你講 我覺得領導這個 我不能當 因為我畢竟 我畢竟也沒有像 他們做這樣前級 或者是 像是這樣的 或者你像是 如果你說我去 其實他們訓練啊 或者這個 我是滿樂意的 何守正的73歲媽媽 去年11月 因為大腸氣勢發炎開刀 幸好現在復原狀況家 只需要固定回診 他有在 就是一直在關心你的 就是說 什麼時候結婚啊 到生死什麼 對 那你現在對於這一塊的 狀態是誰緣 我不是就是誰緣 我現在就是以事業回去 看到小泉的新聞 也是會 會看向 會關注 我覺得很多新聞 本來都會看 對啊 就是都還是會看人家關心 但很久沒有聯絡 對 沒有 那現在理想對象的條件是 什麼 沒有特別設定 沒有特別設定 就是隨緣 隨緣 就跟你一樣 愛運動 不一定 看得來就好了 看得來就好了 因為像是比較重要 難道真的相愛容易想出來